各位,欢迎大家收看第九集的《教你五分钟》。 过去几集,我们用了玫瑰经二十端,其中的十七端跟大家讲耶稣。 这一集,你们猜猜会讲什么呢?就是讲圣神。 在这本《教你书》中文要剧,大家买一本,有八项提到圣神。 其中第115项,圣神以哪些名号和形貌出现呢? 他想到耶稣身上的圣神以甲子的形态出现呢? 最初的基督徒在治病的油、活水、风暴和燃烧的火焰中,体验到圣神。 耶稣基督自己提到圣神是护慧者、导师、真理之神。 在教会的圣事当中,借着佛手和富佑,赐着圣神。 不知道大家领受了圣神吗?应该领受了。 领受圣神的时候,我们也透过富手和富佑,领受了圣神。 在我们念圣经的时候,我们也提到圣神是谁。 我们说,我信圣神,祂是主及富与生命者。 记得圣神是天主,圣父、圣子、圣神是三位一体为天主。 由圣父、圣子所共发,在这个IQA里面看到圣像是圣父、圣子的手, 就是一个派映的首饰,他们去派映圣神。 我看到教会的圣像画,这些圣像都帮我们密上圣三和圣神的灵在。 圣神和圣父、圣子是同受阴崇,同享光的。 圣神曾经藉着圣子门发言。 我们记得,在旧日,天主召叫很多圣子,跟他说话。 这些都是圣神的兴族。 关于圣神,要说很多都说不完。 不过,提到玫瑰经的时候,试试用玫瑰经,我们密上玫瑰经的时候, 都看有一些片段圣神的灵在。 例如圣部领部,是因圣神受荣。 圣部去探表者的时候,这十八义,就充满了圣神。 于是祈祷,有一些谈美的说法。 然后,就献耶稣之主堂。 先知心麦庞,也是因为圣神的感动, 他说出了一些预言,说出了一些祈祷。 然后,约大王受荣,耶稣,圣神好像是甲子,在祂头上。 然后,他宣讲天国的时候,也提过圣神。 刚才教会也说了,提到圣神是护慧者, 真理之神是导师。 然后,耶稣十字架上受荣的时候, 呼出最后一口气,也呼出了圣神。 在耶稣復活的时候,跟中途说, 你们领受圣神,你们赦免谁的罪,就得赦免。 你们保留谁的罪,就要保留。 耶稣升天,在中途大事录记在座, 耶稣升天的时候,跟中途说, 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, 你们要充满圣神的德能,为祂做证人。 到圣神降临的时候, 这种途真的体验到耶稣这番说话。 当时耶稣升天復活之后, 他们仍然很害怕,躲起来, 但在圣神降临的时候, 他们充满了德能, 他们有勇气去传福音。 在中途大事录记在, 他们最初领洗, 一次过有三千人。 中途们继续去传福音, 都是圣神的带领, 圣神的指引, 即使面对着几多困难, 甚至是死亡, 他们仍然有勇气去传福音。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圣神。 我们都应该, 好像中途一样, 有这份勇气, 有这份能力, 去将福音带给世界不同的弟兄姐妹。 其实圣神是一直带领着教会。 我们能够认识天主, 是因为圣神工作, 因为圣经是由圣神的密感所写成的。 同样的, 我们能够祈祷, 去称呼耶稣是主, 是圣神的工作。 保祿中途说, 是因为圣神在我们心中呼唤, 我们能够称呼阿爸父。 他说, 圣神感动我们, 让我们能够明认耶稣是主。 所以也要我们记得, 在我们整个生命, 圣神也带领着我们, 也要我们充满着圣神的德能, 去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不同的弟兄姐妹。 也要我们继续建立天国, 建立教会。 下一次就会跟大家讲教会。 拜拜。